根据了解东北已经接获了中国大陆LED路灯大单 同时也接获欧美的LED灯泡订单 因此罚人看好东北明年LED灯泡出货量 可以上看1000万颗年增一倍以上 而且东北也乐观表示 受惠于LED照明需求增温 明年第一季的营收会比今年第四季更好